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邊我們主要是透過ECEL 方便於複製以及運算的特性 來教大家如何去進行列運算 左側這邊是一個增廣矩陣 它是一個四元一次連立放乘組 要將第一列乘上一個數值去消除第一行的一個字元 我們把消除的字元去用藍色去標記 OK 我先固定第一列的數值 直到這邊 去計算 去計算第二列的數值 我去拿A3 減掉A2 乘上A3除上A2 1除1其實就等於1 那因為我們要複製到其他 複製到其他同列上的一個數值 我這邊要固定 相關的數值 這邊要加入一個前置記號 拉過去 這邊我就得到相關的列運算 在第三列的部分一樣 A5 減掉A2 乘上A4除上A2 這邊記得要加入一個前置號 拉過去 直到第三列 再來第四列的部分 一樣 A5 減掉A2 乘上A5除上A2 加入前置的記號 這樣在複製的過程中 我們的數值就不會跑掉 可以看到 這邊有更動的是 B5 B5-B2 C5-C2 而這邊的內容都沒有變 這樣我們就得到第一個 矩正 再來 進行第二個步驟 固定這一列 這狀況下去計算其他列的一個數字 我們要進行第二行這三個字元 消除為0 怎麼去計算呢 這往下移一點 H7等於H2 減掉H3 去乘上 1 就等於0 OK 複製到同一列上面 好 得到第一列數字 第三列呢 一樣 會等於H5 減掉H3 乘上多少 1-1 除以1 等於-1 直到0 OK 複製到同一列的數字上面 好 我們得到第三列的數字 OK 再來換第四列 第三個步驟 會等於 會等於 H5 減掉 H3 好 乘上多少 -6除1 所以等於-6 OK 複製到其他行上面 OK 我們得到第二個 舉證 再來 進行第三個步驟 將第三行其他的資源 要消除的部分 我先標註起來 4-3 跟-20 OK 所以第三列是固定的狀況下 我們先把它拉出來 第一列呢 第一列 等於 4-2 乘上2 4-2乘上2 5-2 准分證一下 A0 輸到其他的儲存 儲存格的部分 OK 再來進行第二列的部分 等於什麼 i8 減掉 i9 乘上多少 1.5 -3除-2 等於1.5 OK 一樣 複製到其他行 完成了第二列 這才是第三列 不好意思 再來 第四列的部分 就等於 i 10 減掉 i9 乘上多少 2 2-2 10 除-2 等於10 OK 複製到其他行 OK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 這個單元 以上內容就是我們透過Excel去建立適量的函數式進行列運算 那我們檔案的影片下方會提供一個連結一個練習檔案讓學同學練習 OK 謝謝 answered 我可以看這些